裸花剪棚這樣 裸露的花 裸露的花 然後 剪性的剪 棚就是那個飛棚 草字頭那個棚 就是菊科那個飛棚 這樣大棚那個棚 這個的話 大家注意一下 跟那個海馬尺有一個相像的地方 就是它葉子都是很肥厚的 很肥厚 就是 其實這就是一種 有一類海岸植物的適應方式 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我們對肥厚葉子的這種解讀就是 它是屬於那種就是那個 比較耐漢的 耐漢的植物會演化出來這樣子 那這種耐漢植物它怎麼利用這個肥厚的葉子 來做這個所謂的那個 適應 這個我們從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外表看不出來 它最重要是因為它的光合作用的機制改變了 它這種肥厚的葉子 它光合作用跟一般植物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類的呢 我們把它稱為 叫做景天酸循環 就是在生物學科 可能過於早期有一種名詞 叫做景天酸 就是代表性的植物就是景天科的 像落地生根啊 或者是我們講那個十連有沒有 我們吃的那一種 那一種的話都景天科 那葉子都很肥厚 那這種葉子肥厚的呢 它就是那種景天酸循環 景天酸循環的光合作用厲害的是怎樣呢 它是兩段式的 它白天的時候吸收陽光有沒有 先把那個能量儲存起來 到晚上的時候呢 才吸收二氧化碳進來 好 它因為讓二氧化碳進來的時候 它氣孔就要打開 氣孔打開水分就會增散對不對 所以它利用晚上的時候 讓二氧化碳進來 然後完成光合作用的後半部這樣子 等於是光合作用本來是一次要到位 但是它就分日夜 白天是先吸收太陽能累積 好像說身體有個電池 先把它儲存起來 到晚上的時候它才 再怎樣 再用這些儲存的電力有沒有 把那個二氧化碳轉換成那個炭這樣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糖類 糖類這樣 所以它等於是 等於是氣孔晚上打開才可以避免它的增散 對對對 因為晚上 增散的作用會比較弱 比較弱 因為溫度比較涼 比較涼 通常空氣也會比較潮濕 所以它就用這個方式來避免過度增散這樣 一個問題 上次在上課有提到說那個 頂樓的那個綠屋頂啊 那像頂樓的這種環境 適不適合這些植物來作為綠屋 理論上是可以 但是能不能種不知道 就是說因為有些植物你在這邊看到一大堆對不對 但你可能要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住家附近不太看得到他們 就是說我們住的 遠離海岸的環境 這種荒地啊 就看不到這些植物 因為有可能它根本長不起來 就是它的環境它就是要鹽 它就是要這種海風的這種環境 那你如果把它這時候放在綠屋頂 它可能沒辦法 再給它加一點鹽 你只能試啊 這個你只能試而已 但是如果你朝這個角度一看 你只要找那個 那個景天科是長在比較內陸的那些就好了 蛤蛤蛤蛤 對不對 原生的這樣子 蛤 原生的啊 對啊原生的啊 我們有很多啊 像那個燈籠草那一類的 很多種類都是長在內陸區啊 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那個佛甲草啊 那個都是內陸區的景天科 那你只要用那些就好了 那你只要用那些就好了 何必那麼麻煩說 還要為了要種它去營造他們的環境 好這個我們又看到一種 顏則的齁 這個裸化尖棚 那理論上應該要有翻信啦 我們再找看看有沒有這樣子 它是沒有